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财经一点通一点九通 我是主持人财经智库的Forest 对于财经智库来说 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 值得纪念的日子 首先呢 过去我们的嘉宾都是一对一的采访 一对二的采访 二对一的采访 今天我们是一大群人 是一个值得欢聚的日子 那其次是今天也是大咖云集 那其实对于每一位来说 我们都可以做一系列的节目 今天不是一网打尽 今天是一出大戏的序曲 首先呢 我先来介绍一下 孙恩哥年轻人 年轻人爱戴的辅导 那他也是陆博士 他不太喜欢这个称呼 但是他确实是博士 另外他也是游戏设计体验的设计师 那关于现在我们这个团队 关于将来最近期间 我们就要有一个活动 那我先手请 孙恩哥来介绍一下 包括荣飞 您可以帮助介绍一下 各位线上的观众们大家好 于哥好 DC姐好 对我们现在正在组织一个 特别针对职场年轻人的活动 叫职场超给力 软技能特会 我们这边是在湾区 有一群有爱主的信仰的基督徒专业人士们 我们一起希望能够为年轻人 打造一个一起学习的环境 然后透过这种比较轻松的专业技能的培养过程中 已经跟他们分享极度的爱 那我们这个团队呢 本身是一个asset 是一个资产 因为我们这群人其实来自不同的专业 但是呢 我们就是相知相惜吧 然后也都认识了一段时间了 那这团队里面有 湾区的创业家 企业顾问 演讲家 蒋甲弟兄 然后另外有他的妻子 夏云姐妹 他做一个儿童教育平台 那么他原来 他原来也是谷歌搜索的高级经理 然后另外我们有朱伟金博士 那么他是一个发明家 然后很热忠在科技跟信仰的结合 然后另外我们有序量 序量是优势频道的创意总监 他有一款节目叫做虚量收成机 非常受年轻人的欢迎 然后再来是董荣飞弟兄 董荣飞弟兄在湾区这个设计师 用户体验设计师这一块 其实是很 这一块 这一块里面是 蛮有影响力的一个年轻心锐的 一个专业人士 然后另外有一位都雅老师 他是南加大的言语治疗的教授 然后他很活泼 他有很多的创意跟点子 那我们这一群人呢 在一块 我自己呢 其实是一个校园宣教士 然后在北美的各大校园里面 服务学生 后来他们毕业后 我们扩充到职业亲人工作 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能够跟陈金智库 大家一起来打招呼见面 感谢感谢感谢 那讲讲也已经入团了 现在 那刚才 周恩哥已经介绍了一下团队 那首先呢 我们现在有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聚会 一个团会 是这个活动是在 7月4号到7月7号今年吧 那今年也已经是 大概是第三 第三集了 第三届 那可不可以请周恩哥 再继续介绍一下 关于这个活动 我们的由来 这个活动本来是 从我们去关心 每一年大学毕业到湾区 找工作的年轻人开始的 那么每年到六七月的时候 很多来自不同城市的年轻人 都会提早到湾区 去找他们新颖的工作 然后去面试 那么中间呢 就有很多的机会 我们可以陪伴支持他们 那我们尝试了各式各样 不同的活动 然后有这些 就是在城市里面的 求职就业的讲座 然后我们做了很多职场教练 就陪他们怎么写履历 怎么去准备求职 然后刚刚到美国 解决身份的问题 进到职场以后 他们怎么跟 他们的人际关系 或者是亲密的关系 来做一个协调等等 然后这个能量 大概有了以后 我们就办比较大型的营会 然后希望通过营会的时候 把他们点燃起来 把他们带到下一个阶段去 那我们今年的话呢 是因为刚好美国的国庆节 7月4号在礼拜四 所以四到七的话呢 因为学生毕业 其实还没有上班礼拜五期 理论上是可以的 我们希望透过这实验 给他们比较密集 而精致的一个体验 那我们今年的活动呢 叫做职场超给力 那么到他们进到职场 要培养一些软技能 包含就是沟通力 领导力 故事力 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很聪明 在他们这些领域上 知识很多 可是怎么样跟别人建立关系 这块是需要比较多的指导的 所以我们在针对沟通力 领导力和故事力 这三个题目上面 希望给他们创造 四天三夜的一个密集体验 这样子 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让他们可以把 这些活动带到 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中间 所以让两种不同信仰的年轻人 聚在一块打成一片一面学习的方式 一面去感受到基督信仰 在职场生活中 它的实践性 这样子 好以上 太棒 太棒 不只是年轻人 我今年已经56岁 我看到这些软实力 我也是非常需要 如果两代人都能来 从中学生到大学生 到在职场的人 其实这个软实力 这种skill都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 那我在线的 还看到荣飞 还看到蒋甲 这两位也都是 都是各有各的 十八班武艺 我想请荣飞 荣飞聊一下 就是您加入到 这个团体 这个组织 这个活动中的由来 还有初衷是什么 谢谢 谢谢Forest弟兄 我 我是被他们拉来的 我是 看到这样的一个机会 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之前跟 其实几位一起主办的 像周恩哥 蒋甲 还有包括朱博士 我们之前就已经有过一些同工 那就是这个 personal的关系 是已经建立起来 那也很感恩是 我和蒋甲 其实同一个教会 同一个团体 我们都是在这个青年组里面服侍 然后 周恩哥呢 其实很早在他做拆传大会的青年组的时候 我就已经是 就是被他带的小弟 所以要叫他周恩哥 所以因为这些关系呢 我就 其实没有十八班武艺了 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去分享自己在职场里面 学到的这些 包括踩过坑也好 或者是这些机会让你去成长也好 因为我刚刚来到职场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说 其实有好多东西学校是不教的 学校只教你专业技能 但是到了后面 在你越来越成长 在你和去协作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专业技能就越来越只是一小部分 那剩下的很大的部分 无非就是在沟通 谈判 还有协调 和人打 你们是 所以说 所以说 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机会 我们可以把这些分享给 就是身边的小伙伴 特别是 就是还在 还想去了解 觉得说自己需要这些的 这些朋友们 对 那同时呢 就像周恩哥说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外展的机会 也是我们践行我们自己信仰的一个过程 那就是说我们去为主摆上 为主发光 把我们基督的爱通过我们的服饰 传扬给在湾区的年轻的朋友们 你们非常谢谢荣飞 谢谢荣飞 那我自己 我自己想到 您在聊天的时候 我自己想到 我有一次被 被 被 就是一个 promotion的机会 被我浪费了 就是因为我的communication skill 没跟我的小老板搞好关系 结果 他跟上面的director 他说 他还需要点训练 我就 我就promotion的机会 就 就 其实我们在学校里边 在 我们的老师所教我们的都是技术 技能 然后知识 关于人际关系方面的软实力 包括我们的 基督信仰 所带来的新香之气 包括在职场中有什么 什么正向的一些影响力 其实这个是真是需要前辈或者是 辅导们带一带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 后来我在 我其实后来又得到promotion 其实也是 我发现我的人际关系 我的communication skill 在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 他就 我就自然而然的被promote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是对刚踏入社会的这些新鲜人 即使不是新鲜人 其实我们老一辈的人也会发现 自己踩过的坑 然后没有得到的promotion 都有这方面的原因 那我们现在请一下我们的创业家蒋甲好吗 那他是 他更有在这个领域里 我刚刚分享的这边 他可能更有发言权 您的心路历程 您的负担 在这个活动中是什么样的 对 谢谢 其实我在美国的职业就是写书演讲 我的话题就是交加这个可以说软技术吧 首先我最开始是当年十年以前 我开始教别人通过博客也好 通过演讲也好 我开始教别人怎么克服悲剧 实际上克服悲剧就是人的一种认劲 就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怎么能不放心 当你被人拒了 当你失败之后 你怎么能够继续来 其实这是一方面很重要的一方面 另外我现在还在写第二本书 写的专门教人家怎么自律 就是这样没有自律人怎么能够自律 就实际上说你怎么能够一个人 有一个目标能够不断的做 能够不断的背着这件事情来做事情 他的目标一步步走 而不被周围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迷惑 这种游乐的东西能够把你吸引去 所以这个是我新的目标 我在差不多疫情的时候 我在美国的网站叫做Clubhouse上面 我认识了孙恩哥 然后知道了使者 知道了说可以在网上 第一次说 就是我很长时间都是想说 我怎么能够去传福音 但是那是第一次说 发觉在用一个平台 科技的平台能够让我去认识很多的新人 能够给他们有些 关于我自己在世上的这些经历 能够对他们有影响 在变相的也好 直接的也好去传福音 所以后来我们在过去的四年里头 就关系一直就没有放弃 我们一直在开各种各样的 但是Clubhouse网站不在了 我们后来还一会儿合作了 拍了很多的赢会 放心赢会 包括这种还有美飘营 有信仰为主的 也有职业为主的 另外我和我太太 我们两个人在湾区这个地方 也是开了一个组织 就专门教年轻人 在湾区职场的这种 科技公司年轻人 教他们怎么能够 在职场里头能够往前进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机会想说 发觉这是个切入点 而且是个很多人很需要的一个东西 我们想作为用这个机会 作为一个福音预工的一个方式 吸引年轻人来 来到我们当中 然后在中间 我们不仅能够帮他在属世上 帮他们推进 另外也希望能够在 属天的路上 能够给他们有些帮助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为什么要加入这个团队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太棒了 太棒了 那个尊哥说 耿飞 荣飞 还有你们都是assets 我这是看到 也很期待你那本书 我觉得就是包括对我本人来说 最近我就对这个小视频就有点失控啊 一看没留神就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 这个就是自制力在我本身 我这个自觉 自己感觉我的self-discipline 是很强的人 但是现在也失控了 我觉得我还是 等你那本书出版的时候 我一定要买一本 非常重要 包括你之前提的这个 刃劲 great 这个对于人的一生来说太重要 人的成功 如果没有一个坚韧力的话 就是尤其是年轻一代 可能像我们这一代 可能吃的苦比较多 还能够多坚持 多被人拒绝一段时间 但年轻一点 可能碰到一点困难 他可能就拐弯了 碰到一点困难 可能一点挫折 可能就 或者是被拒绝 可能就 就草莓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所有的人来说 尤其现在小视频 这些快餐文化的侵蚀之下 非常非常重要 真是好棒 好棒 那个期待期待 那个伟经博士 伟经博士曾经参加过 我耳闻 我耳闻这个住宿条件 还有 还有饮食条件 都非常不错 我也参加过 那个其他的一些营贿 当时我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印象 我觉得都是注重在活动上 伟经博士一提到 饮食和住宿 其实也是蛮重要 那我想请一下 朱伟经博士 在这方面有什么 过去的一些经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不过就说 当Forest你自己说 你这个 这么多事 都在这个 自控方面 那大家要知道 Forest他做 虎二冲一百多个的 所以这个 很厉害 所以为什么他说他56 大家又是看他 好像35都不到 对吧 就是非常 非常都是本的 然后他都觉得说 需要 这个讲讲的新书 那很需要 很需要 对 那当然了 就说我一直 就是 其实呢 我是很早期 就因为这个 夏威复兴团器的 这个就认识过 十年前我猜想 就已经认识到 尊恩了 那时候他是非常 在年轻人当中 非常受欢迎的 一个演讲员吧 那但是呢 这些年来呢 他办的活动呢 都是以这种互动啊 各种这种 很新型 非常有创意的 这种形式 来跟年轻人 所以就反正 他办任何活动 我能够参加都参加 因为这就说 保证 是出于你意料的 所以呢 当我 在湾区这么多年了 十多年了 对吧 参加过很多的 这些教会营会 但是呢 都是去过一次之后呢 以后我都是 我宁愿不住那里了 宁愿的 也不吃那个的 等着就回家的路上 在什么了 所以呢 就是第一次来办营会 就找到了 我们华人当中 都没有找到的 一个非常棒的 一个营会地方 然后呢 又特别近 离Mountainville 就20分钟 所以基本上就说 就算你不想去住 当天当 当天去当天回 都非常方便 离Mountainville 才20分钟 就那个吃的东西呢 因为是 从台湾请来的大厨 所以呢 他的早餐 晚餐什么的 就是 我这种 懒得起来 skip breakfast 不吃早餐 都位置冲着 他那个早餐 就早去 这个 说的话呢 有那种 十多种这些餐菜 对吧 这个真是 就是等于 这个在台湾一个大酒店的那种早餐 大家假如知道的话 就是非常值得 所以就说 我就觉得 周深大非常有品味 他就是连这种 吃的 就是很多这些生活上的细节 都很有品味的话呢 那这也无形当中说明了 整个营会 都是它设计起来的 就 很多很细节的 让你就觉得说 就好像在一个 都是你的游乐园 游乐园一样 就好像是去年 我们办的一个 每次的营会都很不同 刚才说到了 所以呢 这个 今年 你不参加的话呢 可能 明年参加 会有新的 但是不一定 就感受到今年的这个东西吗 那好像说去年 就是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游戏 大家都是 就是说 role play啊 或者什么 就是每次都真是 你就觉得说 跟去Disney的一个游乐 那种 那种感受吧 那种经验呢 都差不多 就是说是很独特的 远比 就是有时候 我们是花50块钱 100块钱 去玩一些这个 就是 好像说 Escape room啊 或者说这种 role play 或者录影啊 什么的这些活动呢 都没有这个 赢会的这种创意 所以就是 真是 让所有的年轻人 就是真是考虑一下 这个 这个赢会 嗯 韦京博士是 大公司的高管 是科学家 他能够 喜欢的 他能够评价的 他 他对很多赢会 可是见多识广 他跟 对我们的听众 对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推荐的话 那 那我是完全相信 我跟韦京认识 很多年了 很多年 那他讲话是 实实在在的 所以 所以我 我现在也想去了 听起来真是太棒了 那个 借此机会 借此机会 呼召一下 恳求一下 跪求一下 年轻人 年轻的朋友们 尤其是大家在 这个周末 时间还没有安排 其他节目的朋友们 这个屏幕下方 屏幕下方 有报名的链接 那国庆的长假呢 是非常难得的 一个好机会 但愿大家去 点击 这个下方的链接 然后积极报名 非常难得的节目 非常难得的 这些讲员 都有非常自己的 在职场中的实战经验 包括自己采过的 跟自己得到的经验 耳闻目睹 包括他们 一些 不能说毕生的总结吧 但是确实是 非常难得的一些 自己的经验 还有总结 我觉得跟大家一起分享 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那欢迎大家参加这个活动 让人生不再浪费 让人生更加有意义 过一个萌服的人生 OK 祝福大家每一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词曲 杨栋梁 词曲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官依